你是不是膝盖疼痛 想要强化膝盖 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强化呢 那这个影片将会非常适合你 这个影片是给予膝盖疼痛者 30分钟的下肢训练 首先我必须声明 每一个人的膝盖状况都会不一样 例如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 有些人可能感觉膝盖外侧 有些人可能感觉膝盖内侧 有些人没有感觉任何的疼痛 所以呢 依照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关节的状况去做调整 再来 我们的动作呢将会从小的范围开始 如果你觉得这个范围还可以 那你再把范围再做得更大一点 一旦感觉到任何的刺痛 请后退一小步 然后停留在一个不会痛的状态就可以了 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需要的器材有哪一些呢 在家里都会用得到的 一张椅子 然后呢 一个垫子或者是枕头 这个枕头是让你垫在膝盖上面的 如果你的膝盖有点疼痛的话呢 请用厚一点的枕头 今天这个影片我将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 做完30分钟的下肢训练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用椅子 我这样不穿鞋子 好让你可以看得到我的脚踝 你在家的话呢 可以穿鞋子 也可以不穿鞋子 首先面对着你的椅子 将一只脚踩在上方 然后呢 你的整个身体要面对着正前方 避免身体转动 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让我们的怀关节可以活动度大一点 所以踩踩好了之后将你的膝盖往前推 好让你的大腿能够贴到小腿 然后停留在这边的时候 感觉你的重量都落在你的脚踝 然后停留在这边 另外如果你需要支撑 请握好 你也可以靠着墙壁 手摸着墙壁 好让你可以更稳定的停留在这个姿势 停留的时候呢 我们停留大约一分钟 吸气从鼻子 吐气嘴巴 要注意的是你的脚跟要停留在地板 如果你的脚跟想要离开 试着往后踩 踩好了之后 可能你的大腿没有办法贴到小腿 没有关系 我们尽量做自己能够做得到的范围 而我们的后脚跟呢 将会离开地板 好了之后 我们换边 另外一只脚 有没有看到我的后脚 后脚跟是离开的 好面对着前方 将你的身体往前推 身体立直 脚踝 活动度的伸展 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呼吸 在这个位置呢 要夹臀 同时也在伸展我们的腰大肌 还有前侧的股四头 一点点股四头 但很多的腰大肌 我们还有五秒 好慢慢的解开 接下来动作有点像下犬式 我们来到棒式 然后将你的脚尖往前走 来到一个三角形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将肚子内收 把屁股推向天花板 而你的胸口去找着膝盖 找膝盖 停留在这边 膝盖弯曲 然后把单脚推直 胸口持续的推向膝盖 然后再弯曲双脚 再推直 将肚子内收 感觉推直的那一条腿 大腿后侧正在伸展 如果你的柔软度还蛮不错的 那你可能需要把你的脚尖 再往前走 缩短脚尖和掌心的距离 但记得我们把腿伸直 单脚伸直的时候 胸口要靠近膝盖 如果觉得太不舒服 请后退一小步 然后完成一分钟 下一个动作侧躺 我们伸展 股四头 把脚勾起来 脚尖抓好 然后呢 请调整 你可能膝盖在前方 请把你的膝盖 髋关节跟肩膀 形成一条直线 所以请看着自己的身体 然后把屁股夹 屁股往前推 注意你的膝盖 不要让膝盖往上咯 膝盖跟着宽 一样的高度就好 在这边你的手可以躺下 你的头可以躺下 或者你可以支撑 在这边吸气 吐气 夹臀 我们把屁股往前推 这是我们的股四头的伸展 非常需要的 股四头通常都非常紧绷 特别是膝盖周围的肌肉 我们需要把它伸展 松一松 以及强化 三二一 解开你可以直接转身 停留在这边 然后把屁股往前推 脚跟拉靠靠近屁股 肚子内收 站 fifth 就在这边 你可以听着 有些好聽的音樂 你可以好好地深呼吸 然後感覺你的大腿前側 如果一開始手抓不到腳尖 你可以用毛巾套著你的腳尖 然後用手拉著毛巾 每天練習你的活動度 你的柔軟度會慢慢地改善 3 2 1 好 解開 下一個動作是臀部的伸展 臀部以及大腿的外側 把一隻腳翹上來 上面的腳尖 這隻腳尖要勾起來 穩定你的腳踝 然後呢我們就這樣子 肚子內收 身體慢慢地往前往下 讓你的胸口靠近小腿 你應該感覺到你的這個 這一邊 彎曲的這一隻腳的屁股 還有外側 有點痠痠的 如果你需要支撐 你可以握著桌子支撐 如果你可以的話 整個身體更靠近小腿 好 好 換邊 敲好了之後 把上面這一隻腳尖稍微勾起來 穩定好你的腳踝 身體往前往下 在伸展的過程當中呢 吸氣從鼻子 然後盡量放鬆你緊繃的肩膀 一次比一次的還要深 所以第二次呼吸 然後你可以再把你的胸口更靠近小腿 好 那是我們的身體的活動度已經熱開來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動起來囉 下一個動作我們扶著椅子 把一隻腳尖抬起 騰空 勾起來 我們正在鍛鍊的是 鍛鍊我們的煞車器 也就是我們的進前肌 將腳繃直 腳尖勾起來 停頓個兩秒 再慢慢的解開 勾起來停頓 慢慢的解開 繃緊大腿 膝蓋要伸直 勾起來的時候吐氣 鬆開吸氣 在這個姿勢 肚子內收 把背挺直 將這個動作完成二十次 我們再換邊 我們再換邊 進前肌 也就是我們的煞車器 很多時候我們會鍛鍊其他的部位 但卻忽略了這一塊肌肉 但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肌肉 因此在這個三十分鐘的訓練裡面呢 我們也必須鍛鍊這個小小的肌肉 完成二十次之後 下一個動作 雙手扶著牆壁 腳掌稍微後退一小步 踮腳 停留在上方兩秒 在這個動作 腿要伸直 繃緊大腿的肌肉 將臀部夾緊 感覺大拇指跟四根腳趾在地板就好 如果太輕鬆 你可以再往後退一小步 記得軀幹要伸直 夾臀 啟動肚子 把整個腳跟腳掌 推離開地板 剩下腳趾頭 同樣完成二十次 當你感覺這個距離完成不了二十次 請往前踩一小步 並把次數完成 鬆一鬆你的雙腳 接下來我們需要用到牆壁 我用椅子當作牆壁 靠著牆壁之後呢 把兩個腳尖同時抬起來 停頓兩秒 再放下 同樣的腿要伸直 繃緊大腿 如果你覺得這動作太簡單 你可以再把腳跟往前移動一寸 再把腳尖抬起來停頓 這個動作 你的腳跟距離牆壁不需要太遠 就已經感覺到阻力很大 雙手你可以扶著椅子或牆壁 讓你保持平衡 保持平穩 勾起來的時候吐氣 放下時吸氣 這幾個動作當中你會發現 即使膝蓋彎曲不了 你都能夠鍛鍊你的下肢 這個動作也是在鍛鍊我們的近前肌 所以也就是煞車器 也就是煞車器 接下來我們開始動的範圍會更大 你可以穿鞋子 你可以不穿鞋子 用一分鐘的時間 我們做側邊的走路 如果你的空間很大 你可以走兩步或者更多 側走膝蓋圍彎 如果你的範圍比較小 那你就左邊一次 右邊一次 記得膝蓋圍彎 如果你還可以 你可以蹲得多一點點 慢的速度 不用太快 讓自己可以站得穩 膝蓋撐開 撐開 避免膝蓋內巴 撐開 而你的雙手可以放在胸前 或者你可以做協調的動作 手放胸前比較好控制 我們還有12秒 半蹲你會開始感覺你的屁股越來越痠 你的骨四頭也越來越熱 3 2 1 鬆一鬆之後呢 我們馬上又要做剛剛的動作 但是這一次要蹲得更深 好我將往右走兩步 如果你只有一步的空間 那你就走一步 這一次我們蹲得更深 而且速度會稍微比較慢一點 踩步了之後呢 推 推遠離 推遠離 在這個動作請將肚子內收 膝蓋彎 我們再強化我們的股四頭 還有臀部 讓你看側邊繼續唷 好 接下來躺在地板 我們做橋式 將腳跟踩靠近屁股 雙腳屁股的寬度就好 然後雙手打開 我們在這裡 往上推高然後暫停兩秒 再放下一半 推高暫停兩秒 你可以再低一點點 別讓屁股 停留在地板 好幾乎到了 然後我們又往上推 吐氣 這裡注意 當你的屁股往下的時候 避免膝蓋往內塌 你要持續的把膝蓋 推開讓膝蓋朝著自己的正前方 吸 往上吐 夾臀 啟動你的臀部 啟動你的核心 穩定的肌群 讓你的下背支撐可以多一些 不會感覺下背痠 不會感覺下背痠 但是感覺臀部可以痠多一點點 推高的時候吐氣用嘴巴 好 好 暫停 轉身 接下來我們需要用到椅子 椅子是讓我們可以平衡 你也可以用牆壁 手扶著牆壁 翻腳 立起來 我們往後延伸 然後伸直 抬膝 腳往後延伸 把屁股夾緊 然後站直 在這一分鐘裡面呢 先把自己站穩 我們的支撐腿 也就是這一條腿 膝蓋可以彎多一點點 而後面推直的腿 可以夾臀 在你起來之前 啟動肚子 然後站立的那條腿的臀部 啟動 吸氣往下 站直吐氣 開始感覺你的支撐腿 等那邊的臀部 越來越痠 如果你沒有痠 可能你需要彎曲 膝蓋多一點 我們換腳 如果你想要 你可以把手往下延伸 保持平衡 但我們的重點 我們的重點是 彎曲的這條腿 還有屁股 那才是我們鍛鍊的地方 如果你覺得手這樣子有點亂 那就插腰就好了 專注在腿跟臀 讓你的身體到你的腳尖 形成一條直線 與地板平行的一條直線 記得在你起來之前 肚子收緊 欸 站 來看 3 2 1 鬆一鬆 下一次我們抬膝 三十秒單邊 然後換腳 肚子內收 把背挺直 單腳抬膝 我抬的是右腿 然後左手舉起來 右腳左手 讓你的膝蓋往胸口靠近 記得不駝背 如果你開始駝背了 你可能要把你的膝蓋降低一點點 我們還有十秒 好 往上衝然後小暫停 然後小暫停 3 2 我們換腳 抬膝的時候肚子吐 抬膝的時候肚子 對肚子吐氣 呼氣 腳放下的時候要緩衝 讓它放慢 輕輕的放下 還有5秒 接下來我們再回到剛剛的動作 一模一樣 手扶著 抬膝 往下 再一次重複一分鐘 站立腳彎曲 把背挺直 站直的時候夾 站立的那一隻腳 夾臀 夾緊的臀部 往下厚一下 在你起來之前 肚子內收 往下吸 上來吐 上來吐 因為是第二次鍛鍊了 所以呢這一次你的膝蓋可以彎曲的多一點 然後把重量都落在你的大腿 還有臀部 強化你的膝蓋上方的肌肉 還有你的屁股 還有五秒 接下來我們叫換邊 直接換邊 你現在已經有了嗎 好嗎 好嗎 我現在已經有了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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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十秒 慢慢回到抬膝 单脚抬膝 向跑者跑步的往上抬 抬了之后小暂停 让你的膝盖看你可以抬到多高 小暂停 还有七秒 3 2 换边 Go 还记得刚刚说的不能驼背 所以请把肚子内收 胸口抬高 眼睛直视前方 十秒 3 2 1 锻炼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伸展 作为一个结束 那如果你家有一个斜板 请用斜板 如果没有斜板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任何的板子 板子的高度大约五公分 五公分的高度 如果没有板子你可以用书本 如果没有书本 你可以用门槛 像你要跨过去浴室的那个门槛 如果门槛大约五公分OK可以使用 但是如果太高的话其实不好做 那就不要用 请用书本 那因为这板子呢 我踩上去它会翘起来 所以我把一个重量压着 如果你家有阶梯你可以用阶梯 准备好器材之后呢 我们单脚踩在上方 大约五公分的高度 那我们要的是 让我们的脚踝形成一个小小的角度 绷直大腿 直膝 双手 靠墙 把另外一只脚往前踩 那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身体重心往前靠 在这里 你这样会感觉到整个小腿 甚至有些人是膝盖后侧也会感觉到 停留在这边夹臀 那我们停留三十秒 在这里呢我们呼吸吸气鼻子 吐气 放松肩膀 如果你想要感觉更多 你可以再往前靠近一点点 好我们换边另外一只脚 伸展小腿 夹臀肚子内收身体往前靠 你或许会感觉到一只脚会比较紧绷 深呼吸 深呼吸 好解开 接下来我们有三个伸展 我们来到双脚站宽 然后身体往前 双脚可以在肩膀的外侧再宽一点点 然后手放地板有点支撑 如果这个动作 对你有点太疯 腿有点不舒服 你可以把手放在小凳子 或者是桌子的高度 咖啡桌的高度 然后呢在这边 让你的脚尖朝着自己的正前方 把屁股往后推 停留在这里 手放在地板可以支撑 然后让你的胸口可以靠近后方 肚子内收 你也可以 如果你想要你的 平常都有在做一些大腿后侧的伸展 你可以把你的双手 扶着你的手肘 眼睛看着后方的天花板 随时可以退一步手放下 肚子内收 呼吸 膝盖弯 卷上来 下一个我们需要用到垫子 把一个膝盖放在上方 然后 在这个动作90度90度 后面的屁股要夹紧 身体挺直 稍微把宽往前推 然后身体稍微往后 在这里 重点是必须夹臀 如果你不夹臀 就变成翘臀 反而要伸展的那个肌肉 没在伸展 所以夹臀 伸展我们的腰大肌 还有骨四头 骨四头一点点 如果你想要感觉多一点点的话呢 我们把同一边的手 哪一只脚在后方 同一边的手 举起来 侧弯 将你的肋骨 拉远离宽骨 放松你的肩膀 停留在这边 我们深呼吸 你还在夹臀吗 夹着后面的屁股 好解开我们换脚 举高夹臀 侧弯 光是这里就感觉到整个延伸到你膝盖 来 别让你的胸口拖背咯 往后 再把手臂往后拉 手臂在耳朵的旁边 好解开我们最后一个动作 我们的最后一个动作呢 就是Butterfly 蝴蝶式 脚掌对脚掌 然后用双手握着脚踝 拉靠近自己 不用贴到自己的胯下 就停留在这边你做得到的范围 挺胸 然后用你的手肘轻轻地往下压 好吗 我们再一次吸气 再把你的手肘往下推 身体往前 有点翘臀的感觉 把屁股往后翘 5 4 3 2 1 解开 松一松你的双腿 这就是给予膝盖疼痛者的 30分钟的下肢强化训练 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 请帮我按赞 以及分享给有需要的人 就是有膝盖疼痛的人 赶快去分享喔 那我们下一次的影片见 拜拜